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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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杜县 杜县 杜县县 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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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比他哥爷点 全指他哥那点底了 那这霍老大 平时为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问你话你就不会直接回答我啊 那规矩 你说他那么大产业 他不规矩行吗 但是有时候在形势方面有点冲 这是难免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讲义气 他好爽 没什么过得的事 好的好的 好的 老领导啊 那改日我到市里边去看您 是吗 那您替我向阿姨问个好事 好 好 再见 怎么 有事啊 有件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说吧 进来 乔先生 刑板科想让您看一下旧楼改造的图纸 去找刘主任 以后这种事别来找我 知道 好 你说 上次关于二十里脑包开发的事 后来我又跟那马老板联系了一下 现在我才知道 其实他上次撤出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二十里脑包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我想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 给二十里脑包修一条路啊 当然 我知道现在县里边财政困难 这笔钱不可能从财政上出 所以我就事先跟银盘的企业联系了一下 现在呢倒是有些眉目了 也还有些问题 所以就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听说你要调走了 你怎么想的 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都过去了 我现在已经不想走了 现在 我只想修这条路 没有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句话 其实 二十里脑包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结 如果不把这个结打开 我想这一辈子 我都不可能原谅自己 现在 修这条路 是我唯一最重要的事 其他的 我都不再想了 你刚才说修路的事 什么意思 怎么修 我跟银盘的霍承销接触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 他愿意修这条路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知道现在要重修省道1789县 在咱们县的路段 而这笔资金现在还没有落实 他说他也愿意解决 但条件是 他想以民营资本修路的形式进入 并以后若干年的收费运营权 作为成本回收 你看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呢 那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可行 这一方面减轻了县里的负担 两全其美 另外 其他的省市也是有先例的 关键是不违反政策 行 我知道了 这样啊 陆爷 回头呢 你写个书面报告 咱们拿到常委会一起议议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谢谢啊 乔县长 谢什么呀 又不是牟私里有什么可谢的 那我先过去了 对啊 去吧 去吧 杜县长 这是我托朋友从云南带来的普尔 杜县长要是喜欢的话 一会儿走出来带几拖 我对茶没有什么研究 喝什么都行 正经做事的人都是这样 细节上没那么多讲究 这些年 我在外面也见识了一些人 是杜县长怎么行之法 杜县长是有什么好事要跟我说吗 也算是吧 我跟乔县长碰了一下 原则上他同意我的意见 不过要等常委会研究之后 具体定下来才能操作 这是正常手续 你行走这么多年 一二我想是清楚的 关于这件事 我表明了这么个态度 我想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再谈 可以接着往下走了呢 那杜县长怎么想呢 谷老板要是有这么个信任在里边的话 二十粒脑包的事 我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招手推进了 杜县长想什么时候进行了 我希望越快越好 那这样 麻烦杜县长明天给我一个账号 我让会计明天就拨五万块钱启动资金过去 所有施工方的选择 筹备处的建立等等事项 由杜县长指定 我一个也不插手 杜县长看如何 好 跟你们说了好几次了 不早就说整改吗 我告诉你 小秋 你们的消防栓要是再遮盖着 明天你上派出所交罚款 好好好 马上改就 马上就得改 怎么了 没事没事 你去忙 那我先走了 快点啊 这怎么宝啊 你现在出个费的地方 快点啊 快点啊 滚 你再让你出去 你这边 走 马上 我不是在去吗 我不是不一起了 我不是不一起了 我不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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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来喽 来来来 吃 来来 吃 作伟啊 你还记得吧 你来咱营盘的第一天 也是这么一锅兔子肉啊 来 老编 老编 嗯 我今天看他注意跟老大在一起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爸干的咋不着的事儿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作伟啊 我正想告诉你呢 镇政府小徐那儿我打了电话 事儿也弄清楚了 是老大找的杜先生 是老大找的杜先生 杜先生要修一条同二十里脑包的路 老大答应出钱 已经在进行了 已经在进行了 毕竟 等等 来 带上手套 谁啊 谁啊 谁 你干什么来了 霍老大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警告你 独爷 你要想把什么希望寄托在霍老大身上 小心把自己摔得四分五里 他有案底在身你知道吗 什么案底啊 强奸案 这两天就要重新立案了 什么时候的案子 三年前 那怎么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呢 我不是在硬盘吗 行 我知道了 你走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是我的事 那是我的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看 那是我的事 多乔倒不在里面 那是我们的事 我还可以选择 那是买到五年了 我现在跟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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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给我解释一下吗 别说了 张医 我想听 你跟杜业已经离婚了 没关系了 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 对吧 那要是我说对了 恐怕夏敏的判断也不会错 你说你必须伤害毒液 让他对你死心 原因是 你爱这个女人 你爱这个女人 对吗 至少 别说了 张医 我说对了 我说对了 是吗 好吧 那我告诉你 张医 我上次跟你说了 我不能伤害毒液 也不能伤害你 这是真的 我现在 已经是一个 没有爱谁跟黑神权利的人 我是一个死人 你明白吗 像我这样的人 谈这种事 我觉得挺可笑 我说 你说 这件事到了今天 到了这个地步 连我都没有想到 如果事情非逼到这个地步 那我很认真地告诉你 张医 很多很多地方 毒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至少作为一个女人 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你 非让我做一个毫无意义选择的话 我想 我想我还是 你别说了 我明白了 趁热把鸡汤喝了吧 我让你放了 我随忍 你们都没办法 我这种事 我和 одну人 看看 不可能 大庄 好 作用的食材 放入骨 或是混合 加入骨 和骨 放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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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这个案子就是弄不下去了 所以也只能这么接了 好像是证据不足 就这些啊 这个案子在我们这儿 只是最后报上的汇总和结论 原始资料什么都不在我们这儿 都在英帕班所呢 这个案子吧 关键是只有受罕人当时的指认 此外没有其他直接的证据 还有 当时的三个目击证人 都证明霍老大没有作案的事件 相互的证词又可以相互印证 你说他们设立共守同盟吧 当时这个霍老大已经被拘了 还有 这张桃花有精神病史 这就不好弄了 我能拿去复印吗 行 杜仙长 下午开场等会您知道了吧 哦 我知道了 杜仙长 杜仪十分清楚 为二十里脑包修路这个方案 将会受到县领导的全力支持 但此时 他内心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佐伟在这件事上横插上这一杠子 叫得他心烦意乱 一个三年前证据不足 现在又无新证据的旧案 是不能动摇杜仪在利用民营资本修路上的决心的 他唯一担心的是佐伟 他深深知道 佐伟在霍老大这样性质的问题上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但是民营资本有民营资本的条件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1789什么道理 他们想以民营资本的身份参与经营和建设 大家给个意见吧 我的意见呢 正好呢县里边也缺少这部分资金 我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老柴啊 你的意见呢 哦 这是好事啊 我觉得行 老周呢 我没什么意见 我也同意 小明 你有什么意见吗 民营资本做这样的事 在咱们现在还没有先例 能不能规范运走 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 当然了 这事 我原则上还是赞成的 我只是提醒一下 好 既然 大家都赞成 我看这事咱们就初步定下来了 好 杜爷 你有什么想法要补充吗 好 咱们就先开到这儿吧 好了 散会 好 来 来 到办公室来呀 来 坐 杜爷 杜爷 现在这事都定下来了 我看你 怎么倒好呼气了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杜爷 我知道 你和左伟之间 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们怎么就闹到今天这一步 不过 有句话说得好 当断则断 你是准备就这么着了呢 还是准备复合 我看你 还是趁早下个决心 不要老缠在这里头 其实啊 咱们这些人 要说个人感情 你说哪个不是千疮百孔啊 你呀 就算不错了 最起码还有份疼的东西在里头 其实左伟这个人呢 说实话 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他还真不像我原来以为的那样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左伟为了你的事 腿都跑细了 你受审查的时候 他几乎每天都在宾馆的马路对面 溜达来溜达去 这晚上一溜的就是一宿啊 我这也是 听宾馆的人跟我说的 你在里头 他在外头 杜爷啊 你知道我跟你说的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说的啊 最起码你们俩之间 还有那么一份在乎 这就足够了 至于你们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有时候没必要太想 想多了徒增烦恼 像咱们这样的人 做得到 做得到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徒增烦恼 去哪儿啊 接一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那个生日对吧 我是想给她过生日 她是想跟你演戏 最终成了一出三叉口 大家摸着黑 所以各自轮圆耍了一回 我真傻 真的谢谢你能来找我杜先生 相信我的话 去见见她吧 她心里真正惦记的是你 上次那个生日她并不想过 或者说是她不想让我帮她过 之所以来 仅仅是想伤害你 想让你对她死心 你们在一起吵吵闹闹的过了八年 作为一个女人 你有很多让她不如意的地方 不如我 可如果让她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她还会选你 这是前几天我知道的 从她嘴里 张仪这番推心制服的谈话 使杜叶百感交集 她和左伟这八年的婚姻 吵吵闹闹的一路走来 互相伤害又互相深爱 即使离婚了 在她们内心深处 依然保留着那份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 但是 杜叶痛苦的是 她现在却无法回到左伟身边去 不仅是过去那些 还未完全解开的结 更重要的是 当前又面临着羞辱 面临着霍老大案件 这个更大的结 你自己看看吧 看看你就会明白了 好 当时证明霍老大不在案发现场的证人 只有三个人 而且这三个证人的证词是破绽百出 那估计百分之百就是伪证啊 事发当天下午 霍老大把一个被跳了车背了车 转给了镇上修车的老吴 这老吴根本就没有必要撒谎了 老吴没有撒谎 那就证明事发当天下午 霍老大根本就不是在打麻将 看来 你现在明白了吧 你想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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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怎么办 现常委会昨天开会讨论过了 同意七八九国道 作为县里第一例 入民营资本投入 并以经营权回报的项目进行 不过还是要经过 正常的招投标程序 也要有严格的工程监管 这都是常理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会经历 但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切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我知道 我知道 二十一脑包的工程预算在你手里吧 是 有问题吗 没有 要是没有那就签了吧 下个星期动工怎么样 行 行 我看行 县里面有事 我先走一步 杜县长 稍等几分钟好了 别小事 很快 很快 一点心意多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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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来 吃饭 吃饭 来 带上这 天凉了 把这串 老编 这回去 务必找着二赖子 找不着二赖子 咱们就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 这证据链它合不上啊 光有桃花的证词 这个案子呀 恐怕立不下来呀 在梦里 我恍惚 我迟疑 我不敢 任你 我记得 你相遇时 开欢 的笑声 我记得 你告别时 会记得 手臂 别停啊 别把我拉下 带上我 看一看 你要去的天涯 我记得 出发路上 温暖的枝芽 我记得 我记得 回家路上 解满的冰花 是你吗 还是她 也许 是我吧 一回头 一转身 又站在树上 我看见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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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 我微笑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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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开我 冬结的极 快走啊 别停啊 别把我拉下 带上我 看一看 你要去的天涯 我记得 我记得 出发路上 温暖的枝芽 我记得 回家路上 解满的冰花 是你吗 还是她 也许 是我吧 一回头 一转身 又站在 手下 那天你是不是跟霍老大打麻将 不是 老大 他给了你多少钱 一万 多少钱 一万 这证人 在当年的调查当中 故意撒谎 而当事人 涉嫌制造伪证 我建议局里重新恋爱 接着他 老大 你不带我大招干嘛 杜燕就是一神经病 他为了修了一条破路 他手里花了大三十万 杜燕